大家好,今天的即兴中国话,我们用或者,或者说一句长话 那么我们先听读,听读 事办完了,请你给我打电话,或者给我发邮件,发传真都可以,我们公司的传真好事 这个整论文章,因为或者这个兴 这些文章是前面的一余的方法 有不同的一种有限的 选择性的接触性 所以文章是必须 这些文章是 有的文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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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听一遍 事办完了 请你给我打电话 或者给我发邮件 发传证都可以 我们公司的传证号是 好 下面呢 这些文章是 一句文章是 事办完了 一里打撤离 办完了 一里撤离 事办完了 但 我打电话 我打电话 跟 Burkante共语巴昨天明智 跟这个的同传写 IR我的旋征 进行着 直接连不着 我们公司的 belong 宣传号是第三 midst 我们的公司 我们的公司病例 我们的公司 再把这些句子读两遍 事办完了 请你给我打电话 或者给我发邮件 发传真都可以 我们公司的传真号是 再听一遍 事办完了 请你给我打电话 或者给我发邮件 发传真 都可以 我们公司的传真号是 好在这里我们要看 可以是三绳 两个三绳联系在一起 所以念二绳可以 可以 可以 还有请你给我四个三绳 四个三绳的时候 一般是二绳 二绳这么念 所以请你给我 请你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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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最后我们把句子再读一遍 事儿办完了 请你给我打电话 或者给我发邮件 发传真都可以 我们公司的传真号是 今天的即兴中国话 我们就说到这里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